《创世记》第二章第十六节 以后话神吩咐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是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美国用这种方式是不用遇到这个冲突 给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让你在里面将它成为一个借镜 学到学识这种是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我说到借镜了这种教育方式 成为你们的牧师 所以你们要成为别人为父的 或者成为一个为母的 那你就要学我现在所说的这段话 首先你解决了我的肩膀是什么 那你就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你要看到 解开这个迷思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休眠状态 有少部分因素 但不是所有因素来自你 太疲、不够睡、病 又或者甚至是其他一些客观因素 不是的 因为就像你会看到这些人打游戏 打通宵 又不见到客观睡 是不是 就是很少人打游戏 游戏打游戏 打游戏打游戏打游戏就多了 明白吗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所说的 我们有一个机制 是可以真的把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注意力 甚至我们的思维 参与、共鸣 是可以调动得到的 只要我们理解了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每一个人天生就容易进入 一遇到镜中我这两个选择的话 我们就自然会容易被动地进入一个休眠状态 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我的广道 尽量会避免你们在休眠状态当中 比如举例我的讲道 通常都会有趣 你觉得学到东西 你可以借镜 但是其中一件事 我觉得是王牌 就是打破休眠状态 就是我不重复 我没有题目重复 这个就会打破了 而我对我对一也是 我对我对一最多是提两三次 就不提了 为什么呢 因为再提 就会在信仰的阻力加大 只会加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或者你觉得 不是呀 在这一点当中 你提多我十次 其实我都会做到的 但是你错了 因为我在每一点当中 我慢慢加深你的休眠状态 你会在其他之后的东西学不到 你知不知道我们天生对什么的信息最容易幽灭 在真理上 我们天生对性格的信息是幽灭的 天生 这是我在几十年里面 亲眼见尽 很多人一听过关于性格的信息 就会幽灭的 所以我永远都会将一些 你有兴趣的信息 例如腐竹 在腐竹的时候 我就会在里面带出 腐竹你必定要有的性格 免得我只说慷慨 你们会幽眠 但我说腐竹 你就会精神 对不对 当我说腐竹的时候 你就要杀种 杀种其实是什么 就是慷慨 施舍 怜悯 这就是性格 所以 其实 如果我在某些东西当中 推动你 你有少少 幽眠状态 其实我说其他东西 你最重要的东西 在之后就不能告诉你 而且很有趣的 你下意识会选捕了某些人 或者某个先生 或者某间教会 或者某牧师 是全个人选捕了它 他是主动的镜 整个人 就是例如 比如有时候 一些兽子 也知道有些兽子 我不喜欢父母去教 她 当你的父母 一又开始 你觉得厌烦的话 是他说任何东西都厌烦 而不是 你会选择 哪些厌烦 哪些不厌烦 你整个人选捕了它 你看见它 你就是幽眠状态 所有牧师 不管他上台 今个星期讲什么题目 可能未听过的题目 你连机会都不给他 他上台一低缘头讨告 你也低缘头讨告 他就不起床了 大家比较快 我也听过来教会多一些的弟兄姊妹 他说过以前的教会牧师 低缘头讨告的时候 他们一起在睡着 差不多等他 高头的时候已经是 牧师结束高高的时候 一起高高 大家很合拍的 他不知道牧师这次说什么 他直不知 但他选择了他 他就会对这个人是完全幽眠的 不管他说什么 所以我要避免一件事 免得在个人也好 或者教会群体也好 整间教会对我 我无论说什么都幽眠 我要来做什么 我对你没有帮助 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 这种现象 就是说在一些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就越要避忌这种事 比如说我是迫不得已成为你们的主动镜 为什么呢 比如举个例子 对于全职来说 对于我门徒来说 其实我是主动成为你的镜 不是一个被动的镜 我们教会的全职 因为我是你们的老板 老板在你的心境当中就是主动镜 明白吗 他不是被动的 那些名声就是被动的 你发装的镜就是被动的 但问题是你老板 你的老板 你的先生 你的父母 就一律你列为主动的 所以你现在就明白 为什么在教会 在石安当中 所有全职的工作 我不会是一个很主动的分配 对不对 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 以后话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除以吃 指示分别是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她也会出来了 在石安当中的工作 神大爱 连係我心里 心思大爱不赶去 天天爱识 教我心醉 情一继 游上暖风趣 我放回忆累 直顺心跑去 奋发志向已决在没前里 前路还崎嶇 扭远避碎 我脚要纵针 随着脚走去 看这身 行走在阴光里 无分发心不愧随 与主同行相随 无疲累 人生或有寡慮 传恶负因主手里 愿我华着专爱 不会后悔 勒之权力 吞吐 天光流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